受到卡努颇缴局 关闭一周的冲绳纳霸鱼市场 终于在8号又重新开张 黄奇鲑鱼和大木鲑鱼排一排等着拍卖 不过当地渔民太久没出还捕鱼 预计这周能卖的鱼货也不多 价格因此可能飙涨 冲绳居民还要担心暴雨冲刷后 山区可能引发土石流 有一位高龄妇女开车时因此受困 最后从车里平安逃出 鱼山市では老人ホームの裏手にある崖が 高さ40メートル幅20メートルに渡って崩れました 怪我をした人はいませんでした ただ敷地内まで土砂や木が流れ込んだために 当時施設にいた利用者を含む13人が 近くの公民館に避難しました 為了更快救助因台風受困的民众 駐紮在宮古島上的路上自衛隊 也在基地模拟建筑受損 進行就業行動 目前卡努正朝日本九州前進 万一出現災情 自衛隊也可能被调派到当地救災 日本気象庭警告 從九州靠太平洋一側 到東海地区都可能出現 比往年8月還多的單月降雨量 许多遊客被迫縮短行程 9州民眾則急着到超市提前抢購物資 7日午夜美大島上的超市貨架 幾乎被半空 路而島式港口也堆滿了 要送往当地的100個貨櫃 裡面有各種能長期保存的食品 但捕貨船恐怕也會因為颱風無法出航 接下來卡努將一路向北 週三經過九州西部海域後 預計週四登陸南韓南部海岸 穿越整個超限半島 一路掃到北韓 今太空是上陸前前的高潮力力 能保持可能性能 南海水溫是平洋比2度高 水溫的水溫能量 水溫的水溫能量 水溫能量 水溫能量 現在水溫是29度 高潮水溫的水溫 高潮水溫 人川和金吉島等地方 從週一晚間就下起好大雨 部分地區已經降下 每小時87毫米雨量 還發布特大好雨警報 但颱風以來 雨勢更不容小覷 제주도를 시작으로 전남과 경남南해안에도 태풍특보가 내려지겠고 목요일에는南部 내륙과 충청 수도권 순으로 영상권에 들겠습니다 강원 영동은 수요일부터 사흘간 600mm가 넘는 물벼락이 쏟아집니다 미국 화府 同樣出现 風雨交加景象 白宮被籠罩 在雨雾中 天空還不時 出現閃電 氣象预報顯示 從紐約州 到阿拉巴馬州 超過2950萬人 將面臨 龍捲風威脅 그리고 많은 곳곳에서 가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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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위험한 風雨은 15-30분 하나는 Philadelphia wind gusts have been over 75mph 지금 현재 600,000 가족들 이 상황은 이 상황은 Boeco wind is coming in behind this Boeco and accelerating to 80mph where are you right there? Philadelphia 차点被凌晨落膛期的 還有正在 馬里蘭的 碧昂斯演唱會歌迷 因為活動延後兩小時開場 最後被迫原地避難 等風雨小一點後 碧昂斯 終於順利開場 出名重粉的她 也大砸10萬美元 讓98個地鐵站 末班車延後一小時 送粉絲 安全回家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